大王是要学秦国吗 学他干什么呀 但是你说对了 寡人就是要学秦国 齐宣王去世 儿子田地即位 他就是齐敏王 齐敏王愁愁满志 他想实现先王未完成的理想 直到做天下的王 今日之事与儿等无关 我是大夫田甲 齐国的公事 要和大王说话 田甲带了多少人 不到一百人 把脚子放下 田甲 为何拦截寡人 请大王归还我家的封地 都是田氏子孙 大王为何要赶尽杀绝呢 寡人是齐王 齐国的土地就是寡人的 大王是要学秦国吗 学他干什么呀 但是你说对了 寡人就是要学秦国 杀天家者伤百斤 杀天家者 为了家族离仪 田氏曾将子孙分封到齐国各地 齐国的贵族实力雄厚 有自己的土地和军队 经常与齐王作对 为了推行新政 首先就要打击这些不听话的贵族 贵族中权势最大者 是他的堂兄田文 天家是对的 田地在学秦国 我们迟早都得逃亡啊 孟长君田文是齐威王的孙子 战国四公子之一 他有自己的封地 豢养的门客多达数千人 离开齐国 去哪里呢 冯萱 天家和公子有往来 齐王是知道的 公子此时离开齐国 齐王必定认为 公子就是幕后指使啊 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 公子 Brook 公子不用担心 封玄已经安排妥当 封玄 你真的有策略吗 天家结王 与田文无关 天家结王与田文无关 天家结王与田文无关 田甲杰王与田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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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性命作保 田甲杰王与田文无关 田文的门客什么人才都有 有些贡献智慧 有些贡献记忆 这三个门客贡献的是生命 田甲杰王与田文无关 我们性命作保 他们以生命报答竹军之恩 田甲杰王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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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文无关 天下人只知田文不知有其王 岂有此理 连天本乡 无关 為婚 宗族制寡人 历经十四代 田氏一统天下之大愿 一定要实现 谁也不能复当寡人 其果虽然富庶 但财富和人口 大都掌握在贵族手里 另外 其人好发议论 思想五花八门 直接影响新政的推系 大王有令 世人空谈妄议 图号钱财 于社稷无异 自今日起 关闭记下学宫 所有世人 非其人者 三日内 离开其国 天行有常 吉凶可测 这一天果然来了 该离开了 该离开了 走吧 齐敏王解散了 几下学宫 大多世人离开其国 其中就包括大学者 徐子 走 走 走 抗大王令酒 死罪 忍义大王者 死罪 与大王而行者死罪 商鞅变法 孱弱的秦国成为西方霸卷 削弱孤独势力 统一思想 齐母王想在齐国复制秦国的成功 提心吊胆的天文 最终还是逃离了齐国 这个齐国公子将给祖国带来密定之灾